当孩子做出不受父母喜爱的行为时,很多家长都将去解释为孩子顽皮,但如果能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,爸爸妈妈就更能够同理孩子,也更能够有效引导孩子的行为。 一,无法控制冲动,曾经对孩子说别丢,但他还是把手上的东西丢出去了吗?独立研究机构从0到3调查显示,多数家长都以为孩子3岁时就应该会控制自己了,但事实上,大脑中自我控制的内存款,要到13至19岁之间才会慢慢成熟。 二,过度刺激,在同一个早上带孩子去逛街,然后去公园,然后去生育会,他们一定会导动反抗,密集的行程似乎是现代家庭共同的特征。 科学人报道指出,总是在赶时间,太紧密的行程,会让孩子感觉烦恼。 三,生理条件,曾经因为有恶就累而心情不好吗? 今日心理报道指出,生理状况对幼儿的影响,必大人要严重得多,当他们疲倦,饥饿,口渴,吃太多糖,生病的时候,几乎无以外地会发脾气。 四,复杂的情绪,成长过程中,我们都在教育控制,隐藏自己的情绪,我们会压制他们,取代他们,或分散注意力。 在幼教专家《珍妮·特兰伯斯》里说,孩子还没学会这些,更需要父母耐心引导。 五,成长中的孩子需要大量运动,做好,不要追来追去,不要在沙发上跳。 临床社工带领来发指出,成长中的孩子需要动,他们需要走出户外,跑跑翘翘,为孩子安排足够的运动时间,他们自然就不会顽皮了。 因为,反抗是独立的必经过程,当体温渣暖还寒时,几乎每一家都会发生争吵。 妈妈要孩子多加一件衣服,孩子却坚持天气,已经够暖和可以穿短袖了。 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,这是孩子练习为自己做决定的第一步。 七,看最缺点的优势。 来吧说,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,但优势有时候也会成为障碍。 例如,专注的孩子无法轻松地停下手边的工作,服从快点出门的指令,贴心的孩子容易受到别人的负面情绪影响。 八,爱玩的冲动。 孩子天生爱玩,他们把酸奶抹在脸上,一边刷牙,一边逃给你吹。 出门时套上爸爸的鞋子,并不是因为他们捣蛋,而是因为他能按你,想跟你一起玩。 九,对父母负面情绪的反应。 今日心里指出,多项研究都显示,就算父母刻意掩藏,孩子还是能在几秒钟内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情绪。 即使他们并不理解这些情绪,当父母心情恶劣时,孩子会感到压力,也容易出现偏差行为。 神,对不一致的规定感到手足无措。 今天晚上,你念了五本故事给孩子听,第二天,你确认了一本故事书。 今天晚上,你让孩子选择晚餐的菜色,第二天却没有准备孩子挑选菜色。 无坏乌孩子会经常哭闹,建立常规,孩子才有所专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